电音《三太子》这种表演形式 把传统和现代元素结合在一起 近几年广为流行于台湾民间 在电子流行音乐伴奏下 范城哪吒三太子神像的三名演员 跳起了别开生面的舞蹈 胡锦涛称赞这种表演形式很有特色 他表示随着两岸文化交流的深入 这种表演形式也传到了大陆 相信会得到大陆同胞的喜爱 随后吴锦涛步入人民大会堂西大厅 同参加两岸万民青年大交流主题联欢活动的代表 亲切握手合影留念 胡锦涛对大家说 青年朋友们 大家好 很高兴和大家在这里相聚 来到你们的中间 就被你们身上青春的气息 所感染所打动 我也感觉年轻了不少 这一次的交流活动的主题啊 是两岸同行 我们同行 这很有意义 台湾的青年朋友们 来到大陆 走一走 看一看 相信啊 会有不少的收获 也会生气地感受到啊 大陆和台湾